嗨,朋友们,相信点开这个视频的你,要么心里正憋着一肚子火,要么满脑袋都是问号,怎么还鼓励人吵架呢?这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吗?先别急,听我慢慢道来,咱们先聊聊为啥要鼓励大家敢于吵架呢? 如今这个时代啊,很多人都觉得周围的力气有点重,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不像过去那么融洽了,但实际上真正让人际关系变得紧张的,并非仅仅是外界的环境冲击,更多的时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人来到了极限,就如同古人所说,是可忍,孰不可忍。 当我们在生活中经历了各种事情,认知不断提升后,就会发现,我们不能再一味地忍受下去了,这其实是一种觉醒,一种反抗和挣扎。 那我们来好好琢磨琢磨,平时到底是谁让我们陷入内好之中呢?有可能是领导,同事,也有可能是伴侣,父母或者子女,甚至可能是邻居或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。 当他们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时候,我们有没有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呢? 还是说,我们选择了乖乖地顺从对方的意思,按照人家的指示去做事,然后默默地忍下这口气,接着自己在心里反复纠结,内耗,甚至闷气,还急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发泄的出口呢? 又或者,我们内心虽然进行着激烈的斗争,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妥协,结果精神器被消耗了一大半,然后又继续在这样的循环中重复着。 如果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和你很相似,那你一定要认真听我接下来要说的话。 在人际关系中,吵架这件事本身,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,也不是单纯地表达感受,实现共情和有效互动。 其实,吵架更多的是在争夺权力,说白了,就是有些人的控制欲在作祟,他们即找到一个可以施展和发泄的对象,而你呢,可能在他们眼里是那个阻力最小的人,所以他们就热衷于把你改造成他们完全理想中的样子。 但是啊,咱们都知道,没有人喜欢被控制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 别人要是想控制我们,我们肯定会奋起反抗。 这是一个有血性,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做的事情。 就像古人云,三君可独帅也,匹夫不可独治也。 我们要有自己的主见和原则,不能轻易被别人左右。 那么,当我们想要做自己,想要维护自己的权益,而别人却各种阻挠,干涉,破坏的时候,我们该怎么办呢? 其实选择很简单,要么远离,要么就敢于吵架。 因为吵架本身就是在捍卫自己的权力,是在树立我们的边界。 为什么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会害怕冲突呢? 这往往是因为,我们从小就被父母教育,要做一个乖孩子。 只要一表达不同的意见,就会遭到斥责。 这种幼年时期形成的心理模式,会不知不觉地迁移到我们全部的人际关系当中。 你想想看,如果你越是不敢表达自己,越是主动牺牲自己,越是忍着气受着罪, 别人就会越不把你当回事,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小透明。 等到你终于忍无可忍的时候,你积攒的那些利器, 就会像火山一样彻底大爆发,打得别人措手不及,让他们瞠目结舌。 然而,你的这份抗议,别人往往不会理解,更懒得去理解。 人们通常只会根据你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你。 他们会想,你过去都忍了,现在怎么突然这么拽了? 还敢撂挑子了?还敢蹬鼻子上脸了?还敢不服从了? 他们根本不会认为,是他们对你的方式出了问题。 这就好比父母,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扭曲的控制欲, 以及又菜又爱馋和事儿的习惯,会给孩子带来多少负面影响。 他们才不觉得,过去压榨你有些过分呢,也不认为你有资格发脾气。 因为在他们看来,委曲求全,低眉顺眼就是你的性格底色, 而不考虑你的感受,为难你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。 一般来说,只有低自尊的父母,才会养出低自尊的孩子。 他们总觉得自己不够好,所以必须活在别人的评价里, 做事情必须符合别人的利益和期待,否则就会遭受指责,惩罚,甚至被抛弃。 但我们要明白,天生我才必有用。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。 我们不能总是活在别人的影子里,要看重自己,相信自己。 当你意识到自己的边界正在被侵犯,自己的正当利益正在被剥夺的时候, 你一定要敢于发声。 记住,越退缩,就越容易被控制。 越胆小,别人操作你的成本就越低。 不要害怕,你不敢反抗,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习惯。 但只要你敢于支棱起来,不再谨小慎微,不再回避冲突, 你就迈出了成长中极为重要的第一步。 我们可以先从一点点小事开始练习,大量地去尝试。 慢慢地,我们就会逐渐做到灵活应对各种情况, 也不会再背负那些不必要的道德枷锁。 以你的感受为前提,以不犯法为原则, 敢于吵架,你才能不损耗自己的能量, 才能转运,才能真正活出自我。 就像孟子里说的,自反而缩, 虽千万人无往矣。 当我们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时候, 就不要害怕面对众人的压力, 勇敢地为自己争取权益, 为自己的人生负责。 我们不能总是委屈自己,成全别人。 人生短暂,我们要为自己而活。 在生活中,我们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, 有的人会试图控制我们, 有的人会不理解我们, 甚至有的人会故意为难我们。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退缩, 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尊严。 我们要学会勇敢地面对这些挑战, 用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去解决问题。 比如说,在工作中, 如果领导总是不合理地安排工作, 给你过多的压力, 你可以找个合适的时机, 心平气和地和领导沟通,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。 如果领导能够理解你, 那自然是最好的。 如果领导不能理解你, 那你要坚持自己的立场, 不能轻易妥协, 因为你要知道, 你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才是最重要的。 在家庭中, 如果父母总是干涉你的生活, 试图控制你的选择, 你也可以和他们好好谈一谈。 告诉他们, 你已经长大了, 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, 希望他们能够尊重你的选择。 如果他们一时难以接受, 你也不要着急, 要有耐心, 慢慢地去引导他们。 毕竟, 父母也是出于关心, 才会这样做。 在社交场合中, 如果有人对你不尊重, 或者故意挑衅你, 你也不要害怕。 你可以用恰当的方式回应他们, 让他们知道, 你不是好欺负的。 但要注意, 回应的时候要保持冷静, 不要被情绪左右, 以免让事情变得更糟糕。 总之, 我们要敢于吵架, 敢于为自己争取权益。 但这里的吵架并不是无理取闹, 也不是为了发泄情绪而吵架, 而是要在尊重对方的基础上, 用合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, 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。 若慢慢其修远兮, 无将上下而求索。 成长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, 但只要我们有勇气, 有决心, 就一定能够不断地进步, 不断地超越自己。 让我们一起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, 敢于吵架, 做最真实的自己。 朋友们, 希望今天的分享, 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。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感受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, 让我们一起交流, 一起成长。 好了,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, 感谢你的观看, 我们下次再见。 再见。